那经此会菩萨及末世众生 求大圣者速得开悟 那各位前嫌 原觉经是般若经 般若经是大圣佛法 大圣佛法唯一的重要 就是要能够振入自信 就是要求成佛 所以我们一贯道弟子 在这个修学大圣佛法里面 我们确实比别人要来的 更为德心应手 当然如果我们肯征修实练的话 因为你已经摸得着根本 你不必有没有摘业寻知 四处往外面去追寻真理在哪里 所有的真理没有离开你这一颗心 背离真理的都是人心的一个作用 所以令大圣求大圣者速得开悟 游戏如来大吉灭海 作是予以五体投地 如是三寝终而复始 威德菩萨 如同前面的几位大菩萨一样 恳请佛陀的开示 如果有一个溅入修行的法门 方便大家依寻 那是不是就能够更为迅速的 震入到自己圆明的自信 修行的路上 少一分的懈怀 你就减一分的危机啊 为什么 因为你在人世间摸索久了 它是不进 它一定退 我们讲每况愈下 你真正要建立一个 为不退 最小的位置 是虚头环 在无数堂的经典课里面 跟各位前前提到 你没有沉到 见空成圣的虚头环 位置之前 您再来人世间 会因为这一生所学的 所行的 一些利人利己的事情 来生有一些福报了 它反而就是你沉沦的一个开始 坊间这么多的大企业家 这么多的亿万富豪 你没有看到那些血淋淋的例子吗 往往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啊 那这些人过去生 都是佛门中行大布施而来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 那问题我现在确确实实 还不具备那个能力 正一个位不退 怎么办 发愿 发愿是让你未来生 无论降生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里面 都会因为这个愿力善法种子 存在阿赖耶事里面 佛陀会把你接引回来 所以很多年前看到台湾在摘万僧啊 从南风就出现一个出家的佛尚 南非那个地方各位浅显 这个佛法流传到那边应该不是很广嘛 你就会发现 他就有出家的佛尚 他在那样一个佛法难以普及的地方 他竟然能够抓到这么一根的金线 所以各位亲切 那个一定是他累结的愿力啊 而你从自己这一生最擅长做的事情 你就知道你带了什么使命过来 你也从你这一生你最难突破的盲点 就发觉你过去生之所以没有正果 还要继续沉沦学习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你没破 那你还要继续这样子延续过去生的那个脉络 你不思想要去冲破这些迷关 所以你哪需要别人指点你什么东西啊 你哪需要问神普卦 你看你自己还有任何人比你更不清楚的吗 当你睡不着觉 当你忧愁满面 你问问你自己 你烦的是什么 你困惑的是什么 当你发觉没有离开你那个五人关系的纠结 没有离开财色名十岁的一个贪求 你就知道 哦原来我修了二十年三十年 我还是一个典型的凡夫啊 这还需要别人来审核我们 还需要将来过九阳关的时候 一关一关的审核吗 我们在人世间你就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所以综合威德自在菩萨的疑问 大概就两点 第一个成佛见修行的法门有几种 第二个那修行人分为哪几类 我们来看下面佛陀给的答案 他说二十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萨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如得乃能为诸菩萨其漠视众生 问于如来如是方便 如今地听当位如说 这是赞叹威德菩萨 他勇于带众生发问啊 我们在学到的过程也要友谊必问 不要怕别人笑我都不懂 不懂问明白了就懂了 带着迷糊的心态走修行的路 非常容易误入歧途 因为对意理认识不清楚 就很容易被旁人给误导 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 一个一些新闻的讯息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在网络上说 某某人寿命未到可是他生病死掉了 所以他就执着在人间在留恋 我就心里在想 讲寿命未到会死的人 就是自杀的人 所以他要困在亡死层 因为自己轻贱生命 然后他要受不断自杀的一个夜暴 还有去承受那种个人的 处在一个空旷的环境里面的 那种孤独跟恐惧 这是针对一些自杀的人而言 但凡我们被一个车子给撞死 但凡我们生病给死掉 那就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命中没有注定 谁能够让我们死掉呢 那又何来的阳寿静与胡静 那何来的在这个人世间有没有 他执着在他某一个地方不肯离开 就没有 我看了一下我就跟我先生讲 这个真的是讲法跟佛陀的东西完全被你 我先生说那你为什么要看 我说我无意中暗道的 我必须看一看 现在人一些想法怎么样 可是我们很多人不了解啊 你就会想要什么 想要知道一个究竟 问问这个通灵啊 通这个通那个 最后一点都不通 你问问自己 所有一些的言论 如果跟佛陀的意思做背离了 你应该选择谁 谁说的作为我们的参考的一个 这个版本 一个工具 答案显然意见嘛 一定一礼不一人嘛 佛陀讲的都是真理啊 所以使威德自在菩萨奉教欢喜 其诸大众默然而听 威德自在菩萨得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应允之后 心里面满心欢喜 于是大家射受六根三叶清净 专心要去聆听佛的一个开示 他说善男子 无上妙诀 骗诸实方 出身如来 与一切法 同体平等 于诸修行 十五有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无上妙诀就代表我们的真如自信 一切法从心响生 使法界的变现 它都是一个无明的一个作用 就真如自信而言 它有分十法界吗 它有六凡跟四圣吗 没有 可是因为无明染灼的轻重 我们身口一三叶 造作行为的好坏 就定我们自信光明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一旦大家都复信以后 请问你 还有十法界之别吗 当然没有 唯有一真而已 都是那一点灵光 所以世间一切万有 都是一颗心 在一念不绝的当下 它变现出来的 但是即便是心变现出来的 无明也是医者真如 才能够起什么 起他的作用的 万法皆空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但是向往性真啊 所以这个叫做一切法同体平等 他的来处是一样 所以所有的修行 看似有八万四千法门 但是所有的法门回归起来 也无分是引导我们 回归到我们的真心 那真心离相 真心离念 所以对境容易驻向 一驻向就被境界风给引导 于是情绪就有上下起伏之别 好的就得意 然后违背我们想法的 我们就觉得落寞 觉得有一些失望 那如果我们在对境的那一刻 我们了解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我真的透过道理的明白 我实际上我也能放下了 各位前嫌 还有什么好修的 原决经一开始就讲 罹患即绝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各位前嫌 我们早就知道了 没念金刚经之前 我们就知道了 一切有违法如路亦如电 大家都会念啊 您如果念久了 可能家里的三岁我二念的 比你还标准呢 可是做到了吗 做不到 因为境界风一来 有没有 假的还是当成真的 所以那个要实证 我就想我自己 我很羡慕一些近代的高僧 远的不用讲 近代的太虚啊 或者阴光啊 虚云啊 红衣啊 雌寒啊 远英大师啊 这么多的一些的高僧 看他们的所谓的传记的时候 心里面做的莫名的一个向往 我就问我自己 你向往它有何用 你如果不能够取法它 在因地修行的那个方法 你光羡慕又有何用 又有任何的注意吗 没有 因为向往归向往 轮到自己的时候 还依然顾我 它就没有意义了 而你看所有这些高僧大德 之所以能道成天上 其实它就是四个字入手 看破跟放下 各位前线 看破跟放下 道理明白叫做看破 实际的正宴 轻正的功夫叫做放下 慢慢一点一滴放 老话一句 你放不下 痛苦烦恼跟着你 来生这一步烂戏 再演一次 你放得下痛苦烦恼 它就离我们而去 这个功课你已经过了 来生走这条路 你就驾轻就熟了 你不会在相同的陷阱里面 再一次的跌倒 再一次的陷入愁城 所以所有的一切 成功与否都直居于我们的现在 到底要不要放下 他说方便随顺 其数无量 原色所归 行性差别 当有三种 所有的法门 都是要让我们去 镇入到我们的真如自信 从一个十项剥弱 伸出八万四千方便法 对不对 方便法是假 是幻化之法 因人而异 十项剥弱是真 佛陀讲的一切的法门 都是从他自信的 那些的妙智会展现出来 因众生根气不同 所以他投以不同的药方 所以方便法是无量无边的 可是我们如果按照众生的根气来讲的时候 各位前贤 他大概就没有出这三种方法 这三种就是我们在讲 心经的时候 跟各位前贤提到的天台三观 所谓的空观 假观 还有中观 因为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 过去我们也一起同一个课程里面 研究过任言经 任言经的三观 其实跟天台的三观 是雷同的 是一样的 那么多的法门综合起来 也没有离开这三种 而这三种 随我们清正的功夫的深浅 你正到哪一个境界 那么我们的果位 就能够达到哪里 它的重点就在于 随我们正的境界 代表我内在的无始无明 已经去化了多少 无明没有抹掉之前 真如是完全没有办法 露出他的光明 谢谢大家